刚才他说什么 刚才说那个小孩子 问他们就是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来见他 他每次问你们对 这小朋友啊 对小朋友 他父亲我听邻居说是好像是因为战争去世了 大家好我是吉安悠响 大家好我是阿民 我们现在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 我之前拍摄的视频 有一个小孩子 他的父母去世了 以及他的身边的亲戚都去世了 有他的邻居在帮忙的照顾 有很多网友非常关心他们 现在我们去他家看看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现在来他的 这有狗我绕一下 担心狗 现在来到他们家 刚才小孩子看见我了伸手和握手了 再握一下 他现在主动握手了小孩子 是的 应该活跃多了 这他邻居 看看他家里 还是养了很多动物 但是 变化不大 还有个泰连板 他这泰连板有用吗 问他一样 没有用 看看他这里好多小动物呢 小猴子 还有一个小狗 那边还有养鸡的 哎呀 问他 他们平常吃饭吃什么 他们的灵鹫帮他就吃 不管是什么 他们灵鹫吃什么 撒狼 这是村长 好的 我们 过来只是看看他 看看他现在怎么样 我刚才回来他说我自己不做饭 就是灵鹫帮助我 给我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是吗 但是他自己不会做饭 他自己不会做吗 如果我们给他们买一点那个锅 和烧饭的东西 他自己会做饭吗 他说我自己不会做饭 我就有这个小孩子我自己想都不会的 他不会做饭 我就希望他们邻居能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但是他是 如果他的邻居呢 照顾不好的话 要不我们把他带回去 我们来照顾他 看看行不行 他这个小孩子不会离开他对吗 害怕 但是我看他这样的照顾不了这个孩子 你看这孩子 就是我很担心这个事情 他自己不能做饭他只能靠邻居来 但是他又希望我们给钱给他 这样不好给钱是 给他们依赖性 他们会越来越懒 我们想解决他们吃饭问题 问题是他们现在吃饭 问题 解决不了 这小孩子照顾不了 其实 哎呀 我们都要想个办法 很多 朋友们都很关心这孩子的 未来 但是这老人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助 但是他不能懒 我们愿意帮助他 但是他不能变得很懒 那就是上一次我们给他买的 衣服 还在不在 我们想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小孩子的衣服 现在天气逐渐暖回了 然后 穿的稍微薄一点 然后里面穿了两件衣服 这个是他们的传统服装 对 上次 上次给他买的鞋子 买了两双 对 买了两双 现在的话一只鞋子不见了 一直是这种娘鞋 哎呀小孩子他们 我就非常担心他们照顾不好 我希望 这小孩子越来越好 你看这小孩子 哪家的给呢 怎么怎么干嘛 这鞋子 刚才在那个 那个鸽子 洞那地方找到的 是 实在是照顾不好的 不能说怪他们 是他们照顾不好的 然后买了两双 我们上这 还有一双呢 然后我们 那个 第二次那个 坏了 坏了 对 这么容易坏掉 那他上一次给他也买了一双鞋子 上次我们给他也买了一双鞋子 是不是脚上这双 就是这双 上次给他买的还有就是这双 其实他们照顾不了孩子 照顾不好的 但是我很想 来照顾这孩子 看他们愿不愿意 衣服 放在房顶上了 现在天气热了 对 现在天气热了 你再问一下他吗 我们来照顾 可不可以 他照顾的太 不好了 他自己的照顾不好 自己 他说他不会离开 他一直不让他去工作 他一直在这边 这个小冬 我知道我知道 他自己不做饭 他让邻居过来给他吃的 这怎么可以呢 那我 我想帮助他 真的我想帮助他 但他自己不努力 像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帮助 我们如果给他们买锅 他肯定也卖给其他人 然后换成钱 因为他自己不会做饭 他自己不会做饭 那我们只能 买点面粉给他们算了 让其他的邻居 帮忙做饭给他吃 只有这样 我们想要帮助给他买更多的东西的话 就害怕他 把这些东西全部卖的换成钱 然后做成别的东西 我知道 那就 这样吧 我们就带着他 去买些面粉 再买一些其他的吃的 我们定期过来给他买些面粉 然后给他少量的钱 给他钱 他肯定全部自己乱花掉了 你想想看吧 我们现在带他们两个去买点 面粉 然后再买点 蔬菜肉丝 这类的东西吧 只有这个办法 对他们长期有用 我们现在来到 一个商店了 给他买 两袋面粉 买两袋面粉 对 买200斤 一袋是100斤吗 买200斤 两袋面粉 然后再买一点鸡蛋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面粉是这样的 但是 我看不到是多少重量的 但是 50公斤的 对 一袋50公斤的 买两袋好了 一袋50也就是100 100斤一袋 给他买两袋 在这里给他买一把鸡蛋 一桶油 然后面粉在外面 买200斤面粉 这边两个 家庭税好一点的小女孩 得过来买东西 走了 多少斤 5470 5470 OK 付钱吗 老板 好了 一桶油 然后 面粉 两袋 一个人搞不动的 这是可是100斤呢 100斤面粉啊 去放到后备箱里面去 鸡蛋 放在后备箱好嘞 鸡蛋放在后座 面粉就放这边好嘞 今天天气不错 他们俩 应该能管吃一段时间了 200斤面粉啊 对不对 邻居再怎么对他们不好 对这小孩子不好 起码肯定有一些吃的 哎呀阿富汗人是这样没办法 我们买点羊肉吧 买个 三公斤 买个三公斤羊肉 这里也是小店 好多小孩子 在看街上 也是好多小孩子 太多小孩子了 这里 这里刚好是三公斤肉吗 这么多是3.6公斤 对3.6公斤 好的就这么多吧 一个大羊排 大羊腿 他要切一下开始切 然后把骨头 和肉给他分一下 现在让 这老人家去喊人过来 抬面粉 我们不敢把车 开到太近 这小孩子哭 我们不敢把车 停的太近了 太近的话到时候 一大堆人 只不过这 天气真好 总的来说 今天心情很美 他喊另外一个老人过来帮啊 另外一个老人 帮不了吧 100斤 你别走 试试看看 你别走 小心一点 这小孩子太小了 你好 这大鼻涕 他很自然的往我身边靠 确实也有一点作用啊 就是对他好 他知道 怎样去对你好 挺好的 你别走 我说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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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刚才他说什么 刚才说 那个小孩子 啊 问他们 就是 我们两个人 什么时候来见他 他每次问你们 对 这小朋友 对小朋友 二十 二十四 你说是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过来 好吧 小车过来的赶紧帮赶紧帮 阿明你来帮他推吗 你帮他推 都是老人 他肯定推不动的 年轻人可以对 他没有父母 因为他父母还是因为 他父亲我听 邻居说是因为战争去世了 然后他妈妈好像就是 他说的什么病我忘记了 生病去世了 就剩下这个一个小孩子了 然后呢就有隔壁 他们原来的邻居 原来他们住那边看一下 原来他们住那边 然后呢他们家人都没有了 就一个小孩子 由他邻居现在过来抚养他 估计也就四岁多一点 希望他们以后能照顾好这孩子吧 我只能说希望 因为他邻居啊 也不是很会照顾好自己 这个原来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家 现在的话他们家里没有人了 然后放一些小动物在那里面 邻居在这边就照顾他们 现在至少他们有吃了 对吧 不会饿了 然后鞋子也有了 现在天气热 他们还有有些这些衣服 还可以 这小孩子很天真 我们走吧 希望他好好照顾好孩子 现在老人过来送我们走 不用送了 你们回去吧 可以的 回去吧 回去吧 可以的 没问题的 老人现在穿着凉鞋呢 可以拍摄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回去了 今天快飞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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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